另外泰国内阁28号原则上批准实施 包括延长免签入境停留期 至60天在内的多项签证便利措施和指南 以刺激旅游业的发展 还有国家的经济增长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在当天内阁会后公布 多项签证便利措施将分三个阶段实施 五项短期内开始实施的措施中 与中国公民相关的为 从6月起免签入境停留期从30天延长至60天 同时实施的还有新增DTV泰国目的地签证 目标人群为旅游和工作同步进行的远程工作者 在泰从事文化活动 如学习泰菜泰拳的人群和接受医疗等服务的群体 以及为来泰公读学士或更高学位的留学生 一滴类类别非移民签证提供毕业后一年的停留许可 而稍后将实施的 与中国公民相关的中期措施有 从9月开始调整老年人获得长期居留签证的标准和条件 如果国民人数学习到50岁 他将会得到50岁 他将会得到50岁 利用技术和创新手段来提高身份查验效率 发言人表示 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带动留业发展 并助力泰国成为留学教育中心 以及医疗和养老中心 凤凰卫视力量王涛 泰国 Bank报道